琉璃 你看 前面这家就是我家的 一会儿见到我妈好好说话 我妈肯定不喜欢你啊 放心吧 我都知道了 行 走吧 琉璃 来 放这边 妈 看我把谁给带过来了 你坐这盆子呀 是呀 女朋友 女朋友 阿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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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小妞妞长得啊 明鼻子大眼呢 长得多漂亮啊 哎呀 儿子 你可真能啊 妈呀 就喜欢这样的儿媳妇 你看 越看呀 越喜欢 妈 那可是 是我追了六年 两年才追到时候 看 妈 这你儿子有本事吧 哎呀 有本事 有本事 你看看啊 这人呀长得又漂亮 这身材又好 哎呀 你说 这上哪找那么好的儿媳妇去啊 打得那么早啊 儿子呀 不费你两年的功夫啊 你看看 把这小姑娘对她说了 多漂亮啊 你叫什么名字呀 哎呀 我叫琉璃 哎呀 别这么说 你看 我又没那么好说的啊 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呀 多谦虚 多谦虚 不费你大城市出来的人啊 又是有学位啊 还叫琉璃 这名字呀 真好听啊 琉璃 高贵 啊 你看看 高端典雅 真是呀 人如其名 漂亮 行了 妈 咱别夸了啊 你看那琉璃啊 都害羞了 梁都烘了 行了 别在外面坐着了 咱进屋吧啊 儿子 里屋里去 我去买好吃的啊 今天别走了啊 行 阿姨 谢谢你 阿姨 朝两个家上带就行了 别再不着浪费了 哎呦呦 真是太贴心了呀 人不得长得漂亮啊 还那么节俭 这以后啊 陪她回过日子 行了 行了 你放心吧啊 你帮我拿住吧 我送给你去 阿宝贝 行了行了 我让你去吧 你帮我给你去吧 要看开心 爸 啊 来 出来 走了 好你说话来 爸 吃完饭 有点 那个厕所睡着了 看我俩 是你什么时候见过呢 人家那边 要6万6的彩礼 六万6 他们那边的彩礼 怎么那么少啊 六万六 我觉得呀 太少了 妈 人家是城里的 大城市的 人家家里边 很有钱 人家不在乎彩礼 再说了 妈 这榴莲 可是大学生毕业 妈 那你的意思是 我知道 正因为这样啊 咱呀 才不能亏待了他 对不对 那咱呀 要给他面子 十六万吧 你看怎么样 十六万吧 妈 咱家有这么多吗 没钱 我去借 也得把这个彩礼 给他们送过去 到时候啊 你在他们家 也有面子是不是 妈 你说的也是啊 为咱们家撑面子呢 对啊 那行 妈 到时候 你千万别掉链子啊 放心吧 这一切都交给我了 那行 那我回屋了啊 哎呀 这话说出去了 可是我的手底下 也没那么多钱呀 哎 想办法去 哎呀 贱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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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别衣服呢 刚刚洗好 我准备把衣服别点 有事吗 有事 不大有事啊 还是好事呢 这你弟弟啊 这不 领回来一个 女孩子 现在啊 是他女朋友了 现在啊 都已经谈婚论嫁了 呀 那是好事呀 妈 而且啊 大鹏这个女朋友 不但长得好 家庭出身也好 还是城里的 还是大学生呢 呃 这妈想着呀 呃 这 咱 他们要结婚 咱们要出彩礼的 是不是 我手底下不够 我想您借点钱 啊 借钱 那你借多少呀 妈 嘿嘿 得 十万 十万 妈 这怎么欠那么多啊 你到底给他 下多少批你啊 哎呀 人家呀 是城里人 还是大学生 这咱也不能丢了面子 是不是 啊 呃 这钱呀 你放心 你只要借给我了 把这个难关度过去 我会记得你的好的 妈 但是我手底下 没有那么多钱呀 我手底下 也就有五万块钱 哎呀 太好了 你手底下 有五万 也可以呀 呃 这剩下的 哎 你去你娘家再借点呗 我听说了 你妈 那个 为那个 为了几头牛不是 卖了吗 她家有钱 嗯 妈 你看 这我娘家弟弟 也没结婚呢 我妈说啊 那钱留着给我弟弟 娶媳妇呢 哎呀 她现在不是还没娶吗 呃 这我算借你的 你放心吧 等我有了钱 一定会还给你的啊 你放心好了 这 哎呀 行了 你别再犹豫了 你放心 这妈 一定会还给你的啊 那行吧 我去我妈家 给你借钱去 哎呀 还是我们家欠欠好 不会看着妈为难 是不是 哎呀 真是太好了 这下呀 这你弟弟的彩礼 有着了啊 妈 那你媳妇 我就给你做饭 呃 不用了 你赶紧去你娘家 把钱给我拿过来 我还着急用呢 啊 那行吧 那我真的就去 行行行 哎呀 太好了 钱了 妈妈 哎呀 这怎么了 不好了 这我妈生病了 正急着用钱呢 你看 你借这个钱 能不能还给我 哎呀 这你妈生病了呀 哎呀 这我也想给你 不过我现在手里没钱呀 姐姐 你放心 这个钱呀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啊 要不你先去看你妈 妈 你看我妈 这在医院等着做手术呢 这手术费啊 都要六七万呢 大夫说 最起码也要七万 你就给我吧 给我一点也行 七万呀 哎呀 千年 我真的没有钱呀 我还是有钱 我肯定会给你的呀 是不是 这 这 要不你这样吧 你先去医院 我去给你借钱 好不好 去吧去吧啊 听话宝贝啊 去吧去吧 那你快点啊 妈 好好好 你放心吧 你生钱也真是的 我谁借的 借的钱 借几天呀 又来又 怎么用钱 就是 哎哎哎哎 走 咱们说礼去 哎哎 咱们 咱们说礼去 干嘛呀 说什么礼呀 咱们可是一家人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 这几天给我借钱 这几天都没有一点钱过 我 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也给你借不过来呀 妈 这我妈在医院 等着救命钱呢 你可好 一推一 一推两天 两天三天的 到现在一百钱都没有给我 你要借不来钱 咱家的猪 还有牛 你可以卖了呀 哎呀借借呀 你看你说的 那牛 那猪都那么小 这卖了 不得赔钱呀 我才舍不得卖呢 妈 那你要不卖也行 这我弟弟不是 屁里还没下呢吗 你就先少给他一点 行不行 你当初都说了 你说我这什么时候用钱 你又什么时候给我 现在可是救命钱呀 妈 你就给我吧 你说你这孩子 怎么什么 什么都能想起来呀 你说那钱 我都给人家准备好了 都准备给人家送回去呢 我再拿回来 那怎么好意思呀 我都给人家说了 那可不行 我都可不拿 妈 妈 你就给我吧 我咋我救你了 好不好 你求我也不行 我告诉你 这钱啊 我没有啊 别再逼我了 妈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你说要是你病了 在医院我不管你 你会什么感受呀 哎呦 你看 你还咒我病啊 你还咒我病啊你 啊 你说说你 什么二人媳妇呀这是 啊 还在这咒我 你看看你 气死我了 妈 干什么了 儿子 你回来了 小伙子 赶紧走过去 我一人 你你算我求你了 干什么 你把那钱给我吧 你没留点下屁那钱 是我从我妈那里借过来的 现在我妈有病了 在医院 急需要钱 这妈说什么也不可以给我 什么钱 我结婚用呢 告诉你 没有 赶紧走 是啊 我都说了 没有没有 赶紧走 你们一对眼里就扰了 你们家怎么都这样子呀 琉莲 你千万不能夹过来 你夹过来赢我 他们对你就会像对我一样 妈 你把钱给我吧 那我求你了妈 你把钱给我 再说 再说一句 胡说什么呢 你师父我嫂子 师父我嫂子 大伯 你怎么能打她呢 我打她怎么了 打她胡开 自首的 你俩 太无力了 那可是我妈 就没有钱 听见没有 你借我钱的时候怎么说的 用钱的时候就给我 没有 没有 滚大 听见没有 滚 大伯 走 你别打他了 嫂子你别走 好啊 我算是听明白了 你说你们家没有钱 冲什么大头 我要六万六 你非要给十六万六 我还说呢 这大伯经常说家里面没那么多钱 好 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你们拿着这个钱 都不拿出来 你们还打人 大伯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 家庭无所谓 我看上的是你的人品 你说你还动手打人 以后啊 你还可能会家暴呢 这个婚 我看咱们还是别结了 非手吧 嫂子 咱们走 我就给你拿钱 给你妈赶紧治病 你这个人啊 和我心里面想的根本就不一样 我认为啊 你是一个人品好的人 没想到 你不单动手打人 你们一家 都是一个爱抹西走的人 从此以后咱俩非手 谁也不要联系人 嫂子 咱们赶紧走 刘莲 你怎么能这样 还一个外人啊 人是这样 这可怎么办呀 这里面都要结婚了 这是被千年给搅和的 哎呀 我的天哪 怎么会这样呢 妈 这刚刚刘莲说的 也有道理 你说当时 他要六王六 咱直接 咱把那六王六 给他就行了 你说咱们冲什么大头啊 在这 好了 现在啊 媳妇也没有了 这 这钱也没有了 啥都没了 妈 你说 这可咋办 你说 这两个嫂子 咱都得罪了 是啊 这孩子那咋办呀 去找你嫂子 去看你 去看你嫂子她妈 咱们呀 给她 给你道歉 行 行吧 走 走 走 OK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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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d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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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logize 感谢观看